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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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安 今天我們邀請的是邱毅委員 邱毅委員 邱毅委員今天有看這個 馬錫二會 馬錫二會 說實在的媒體報導似乎有一點點差詞 就是說因為馬英九有脫稿演出 脫稿演出的時候他講的是 中華民國 後來又改口了 newtalk報導是什麼中國民國 那等一下我們請邱毅委員還言 甚至有提到什麼 習近平有說中華民國 五千年歷史 沒有中華民國也沒有五千年 他應該不會講中華民國 中華民族 那馬英九這些 脫稿演出 到底是故意的還是 如何然後他改口了 這一改 這一改 國內的很多人要罵他了 那再者就是說他第一次 史上頭一次 他還原的所謂的 九二共識是什麼 他提到九二年 他講說義中各表 其實整套文字就是講的是義中各表 所以邱毅委員我們來替你怎麼解析啊 今天最大的重頭戲 基本上好我就要說好了 習近平在第三任 擔任中共的國家主席 以來就去年開始 去年三月開始 他其實已經不見任何來自台灣的代表團 或者是代表性的政治人物 那麼在這個之前 稍早之前 有一次習近平說要找我 但是我到了現場不是他出來 是余政生出來 因為余政生是全國政協主席嘛 那第二次呢 我是跟洪秀樹一塊 然後他們聯絡的窗口是我 他們也說習近平一定會出來 可是到了現場 不是習近平 是汪洋 汪洋也是全國政協主席 因為大陸有一個九人小組的對台指導小組 組長就是習近平 副組長是全國政協的主席 那至於在我講了兩次之前 習近平那時候對台灣的是比較歡迎的 所以見到人很多我見過 然後老玉也見過 那另外像朱立倫也見過 還有朱立倫之前還有誰 好多人都見過 那一直到了他第二任的任期的後半段 幾乎是就很難見到他了 那時候他可能整個國際的地位提高了嘛 就沒有那麼輕易可以見到 那這一次呢 其實習近平最近非常非常的忙 就是說在同一個時間 美國的財政部長 以前聯準會的主席葉倫在北京 俄羅斯的外長拉夫羅夫在北京 然後馬上德國的總理肖茲 要帶著三個部長一個很大的企業團 要到北京也來準備 而習準備到法國去跟法國總統馬克龍要見面 那另外呢像是越南的國家主席 像是泰國的公主 這時候都在北京 所以當時候有人問我說 那最後會不會真的落實馬其二會 我就講到我當時的經驗 那習在這麼忙的情況之下 那有可能到最後是由政協主席王滬林來代表 可是你看看今天的現場 你發現說顯然在政治局常委七個人裡面 王滬林已經有一點被邊緣了 你發現現在崛起的是蔡奇 蔡奇雖然在政治局常委排第四 可是今天他跟王滬林兩個陪同席出場 但是蔡奇坐在席的右邊 然後王滬林坐在席的左邊 但是在整個過程裡面 例如說跟馬英九握手的都是蔡奇 而不是王滬林 所以一切的主導除了習以外 No.2的第二號人物就是蔡奇 那蔡奇以前擔任過大陸的 中共的國安委的辦公室主任 是習非常非常信任的人 也是習從福建帶到浙江 然後帶到北京關鍵的人物 所以這是雙方之間見面的一點前面的序曲 那麼後來還有個觀察指標 就是說到底習會哪一天見馬英九 但是路透社外媒一直說是4月8號 但是我的研判是不可能4月8號 為什麼 因為4月7號以馬的行程 他4月7號的下午 他才剛剛從西安做高鐵到北京 而在北京要一直停留在4月11號才離境 以大陸的基本的政治匯見的程序 他喜歡用鋪墊法 也就是說把高潮放在最後一天 他不可能在馬英九到北京的7號道 他不可能在8號就會見 那就好像是8號的時候就端上最大的一個 兩個會晤的大餐 那往後就會如江和日下 他不大喜歡這種方式 他喜歡用鋪墊式的 然後最後達到高潮 圓滿收藏 所以當時候其實當路透社跟台灣一部分的媒體 傳出來說4月8號會見面 我就覺得這個消息有誤 那麼比較可能的其實就是今天的下午 因為今天下午 明天大家準備離境了 所以今天下午是最合適的 好 可是我覺得在兩個人接著是在怎麼聽 他們會見面 當時是認為說應該會在離北門最近的福建廳 但是也有人說那如果在台灣聽見呢 那會顯得比較更隆重 更具有兩岸統一的味道就會出來 但是後來選擇東大廳 東大廳我後來去了解 決定東大廳以後我去了解 原因何在呢 因為05年的時候連呼會在東大廳 所以這一次也在東大廳 代表說馬英九此行在大陸希望他是延續 當年2005年連戰的破冰之旅 好 所以你可以從大陸的做每件事情 他基本上都有他的背後的海逆存在 那今天兩個人做定了以後 馬英九的旁邊一個是蕭旭城 那習的旁邊就是蔡奇跟王富林陪同 再過來是宋超 好 那麼習大概講了三分鐘 那馬大概也講了三分多一點 大概三到四分鐘 那習強調什麼呢 習強調說馬先此行一來 他稱馬先生 他說此行呢 馬先生這個具有非常高的民族情懷 那麼這幾年來堅持著九二公司 他把九二公司提出來了 然後堅持反台獨 要推動兩岸之間的和平發展與交流 他深自敬佩 但是習可能因為年紀也大了 那身體沒有以前那麼好 講話沒有像以前這麼樣的坑僵有力 那會讓大家覺得說 講起來會比較沒有那麼流暢 那馬英九講話就流暢了 但是馬英九基本都是看稿 馬英九都念稿 那馬英九就順著習講的 九二共識的這一點 馬先生有提到九二共識的由來 是1992年 兩方有在香港進行所謂的 九二共識的各自一中的 一個中國之下的各自表述 各自就是各表的感覺 意涵 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 就是所以聯合報直接下 他講一中各表 就是來自這一段 可是我覺得聯合報這個標下的 不見得是直接的 太跳躍了 太直接了 不精準 為什麼呢 因為九二年的時候 當時是香港會談 他是為了九三年 在新加坡的第一次的 孤王會談做鋪墊 所以那一次主要的 主要的是談事務性的交流 也就是說當時所謂的各自爭議 一中各表 裡面講的 其實就是大家在事務性 談判協商的時候 不要去糾纏在那一個 所謂的一中是什麼上面 否則事務性的談判就談不成了 這個當時候在海基會 擔任秘書長的李慶平 是身歷其境 他自己有還原過 當時的一個歷史 那我也問過 大陸的另外一位當事人 叫唐素貝 那時候是國台辦的副主任 主任是陳雲林 那麼大概跟李慶平講的是一樣的 所以所謂的馬英九 他就一直強調的 1992年在香港的那一場會 其實講的是兩岸之間事務性的協商 那後來到了聯呼會的時候 那麼當時為了破冰 所以就被雙方把它提升到一個名詞 給一個名詞 也就蘇啟後來創的名詞 叫九二共識 但是九二共識 是不是承認一中各表呢 大陸從未承認一中各表 大陸應該叫做一中不表 既然你台灣一直說一中各表 那大陸也不要否定你 讓你覺得難堪 其實你今天講是兩岸同屬於一個中國 還是一個中國四個字 所以他叫一中不表 也就是說我只談一中 那至於那個各表我就不說了 叫一中不表 那台灣談的是一中各表 那後來洪秀柱在昌亞中給他的草泥裡面 又改出來一中同表 那其實一中同表 就是兩岸之間的所謂的一中和屬 是要經過互相協商 要有個確定的名詞 叫一中同表 可是因為他對照一中各表 很容易到別人誤解 就認為說一中同表 是極速要統一的味道 所以也有洪秀柱後來造成的一些 政治上面的壓力跟負擔 所以兩個人也因此 後來發生的一些 比較不那麼順暢的互動 影響了張卡中本來這個黨主席有望 就是後來洪秀柱起來 這個林鄭反對這個張卡中 所以後來他輸掉了 當然他輸掉原因還有別的 我說其中一個 那從今天的馬談到的一中 他也沒有明確的 一中四個表四個字 他只談到1992年 中方有一個中國架構之下的各自表述 沒有正式講到一中各表四個字 習近平也沒有去回應什麼一中各表 習近平講了一個中 一中就是一個中國 當然開會的地方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釣魚台國賓館的東大廳 所以不需要講說一個中國 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所有的表態是這樣 但是接下去應該合照之後 還有個閉門會 我是不知道閉門會現在進行完了沒有 因為當時我進場的時候 又不能讓光晴等 所以我不知道閉門會的情況到底如何 那應該也還沒有完全結束 那我們有個指標可以觀察 習近平晚上會不會陪馬 跟一行人吃飯 通常習近平以他這幾年 他的 就是說地位高了以後 他身體狀況也不是那麼好 所以他一般不會陪客人這麼久 所以一般就是談完之後 會有人陪著主客主兵去吃飯 所以這也是個指標 如果他今天大家相談做 繼續陪著馬英九吃飯 那就代表雙方相談勝歡 而且對馬英九那個想偷 暗渡成倉的一中各表 可能他也沒有很反對 那就這個指標是可以觀察的 等一下他模糊中的模糊 就是他用一長串 1992年的 對 就剛剛邱元講的 然後其實92共識也慢慢的 這麼多年已經進化了 就是說你不要講92年怎麼樣 我們就自己講自己的 因為畢竟過了30多年 對 我管你 那你現在的整個路線到底是什麼 你就直接講 馬英九如果敢講一中各表 講出來的話 聯合報下這個標題 他造假今天我剛才聽了兩次 馬英九應該沒有明確地講出 一中各表四個字 他是很間接的 對 他是用一個榮統的1992年來講到 他闡述92年 92年幹了些什麼 那一串文字 其實他如果要像聯合報下這個標題 他有講一中各表 你表你的 我表我的 那我表什麼 我表中華民國 這樣才配對 如果第一次大家爭執 因為馬熙一會的時候 在第三地 這次有進步了 沒錯 就是說有更進一步 那第一次在爭執什麼 因為閉門會裡面 馬英九說他有喊中華民國 因為他回來要交代 是 那如果這一次馬英九 他是一中各表 又加上一個表的是中華民國 哇 那馬英九某種程度是答正的 不過關鍵我們也不能再割擇他 但是我先講就是說 像今天的情況 因為我們評論是交給邱毅委員 但是新聞的闡述 新聞部分我們要確信以為真 我們才丟給邱委員 所以今天如果他 中華民國那四個字 是挑戰的故意 我故意跳脫這個講稿 我脫稿還是抱歉 中華民族 那叫他還是表出來了 另外那個所謂的拿九二共識 他講的是各自表述 他這樣回來是可以交代 雖然很間接 對 因為你到習近平面前空間湧現 真的空間湧現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口誤 他沒有講 他是說中華民國 他立刻改口說中華民族 那這樣他湧藏的去表述 很間接的九二共識 那邱毅委員覺得這樣呢 當然了 就是說這是雙方之間 經過了一個緊張期 甚至經過了一個衝突期 也經過了一個冷凍期 到現在有了破冰的跡象 馬英九到大陸走這一趟 那基本上 習近平最後願意跟他 進行喜馬二會 其實已經代表說 兩岸的緊張情勢有所降溫 我認為重點是在於這裡 那至於說你叫馬英九 他現在既無公職也無黨職 他坐在那個地方 那一定要去跟習近平硬碰硬 因為大陸從來沒有支持一中各表 而且在大陸的高層的看法裡面 他甚至認為不是全部 有人認為一中各表很接近兩國論 就是滑毒了 對因為一中各表基本上是代表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存在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他基本上有接近要偷渡到 所謂的兩國論或者特殊 特殊國與國關係的這樣的一個嫌疑 所以大陸基本上是不贊成一中各表的 他們也否定一中各表的 只不過很多在見面的場合 那麼大家高來高去 我也不好讓你台灣的領導人 那麼太下這個面子 破壞了這個和談的氣氛 要背負歷史的責任嘛 所以基本上大陸就採取一中各表的方式 你去講大家都裝成沒聽到 大概是這個樣子 但是經過了30多年 我覺得還糾纏在那個所謂的一中各表 他已經不合時宜了 因為到現在為止其實大陸很簡單 大陸就是一個中國 那麼大家共謀統一 這才是習近平所謂的 那至於民進來講的說 一中那個九共識就是一國養識也不對 真正的習近平的定義很清楚 九二共識就是兩岸同屬一個中國 兩岸共謀共謀就共同追求 統一就這樣 所以它有兩個條件 一個是一個中國 第二個就共謀統一 那這樣共謀統一就是 代表雙方之間不會有各表 它就一表 一表人才 兩岸同屬一中 它表述的就是你是我的啦 對 你們一個中國你是我的啦 那我們是中華民國憲法 一中憲法 就馬英九去唱長城堯 都是一中憲法裡面 他唱中華民國送 大概都是這個領域 因為有青海的草原 他去長城堯 可是我們那時候 因為馬英九唱長城堯的時候 我聽了有點緊張 為什麼呢 光綺你回憶一下 你現在還記得長城堯怎麼唱嗎 就小時候合唱團 都一定唱這首 它裡面是不是有講說 大陸人不知道 對 因為它有講 那時候台灣應該有改了一些歌詞嘛 對不對 就是說什麼自從什麼 共匪怎麼樣 什麼什麼多少人 然後我們要想 有一點雙兵萬物共匪 但是好像 這一次馬英九唱的長城堯 這一段已經沒有了 對 已經被刪掉了 他唱前面是吧 對對對 他唱前面可以 那馬英九怎麼會選擇長城堯 長城堯是當時在老蔣時代的反共歌曲 對 所以那時候像你參加合唱團 都會拿這首歌來唱 都會唱長城堯的 好大載喔 中方的記者說 沒聽過或中方的民眾說 對對對 他們反而比較不熟悉 因為在整個長城堯的裡面的 有嘛 對嘛 自從大人拼敵起 劍應露連 對 就這個嘛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有唱這個 抗戰歌曲啦 對 當然不是針對這個 對 但是講的是有比較 就是說很容易引起誤解啦 對 所以就是說馬英九唱這歌的時候 其實我心裡有點為他忐忑不安的 他如果是抗戰 抗日歌曲的話 都還好 但是他其實不是抗日歌曲而已 對 因為到台灣的時候 老蔣是在小學裡面 在推這個歌 因為下面就有點 邱委員的顧慮是對 莫此難忘仇何恨 對啊 沒有錯啊 日夜只想回故鄉啊 這個故鄉 對嘛 就針對去不會是日本 這針對會是中國大陸 對沒錯 對 莫此難忘仇何恨啊 日夜只想回故鄉 對嘛 大家還要必必打回去 對嘛 老大敵人 這個是老蔣 老蔣 就是蔣介石頭 搞的反共歌曲 然後他用這個歌曲 當時還拍了一個電影叫 白雲故鄉嘛 你記得嗎 對 你有看過嗎 五娘了 沒有 我們是要排隊去看的 白雲故鄉 白雲故鄉 我不知道誰演的 反正 他就是 就是一樣嘛 就大陸淪陷 那 那一類是這個吧 我們小學那個環境 即使上一代 我好像是小學二年級三年級的時候 即使是 那小學二年級 大概就是上一代 他們那個時候的吧 我們下一代 我們都多少 你比我年紀很多了 對 多少人入木蘭 那那個白雲故鄉發生什麼事 我們那一代是什麼 黃土軍魂啊 什麼梅花啊 那比較晚了 那比較晚了 那我們那個時代呢 第一個 電視劇叫韓流 你有聽過了嗎 韓流 韓流我看 韓流我們小時候 韓流就是 也是一樣嘛 還有海棠雪淚 海棠雪淚 海棠雪淚 對不對 對 海棠雪淚 什麼鬼片 這都是反動的連續劇 那電影呢 黃天厚土 你看過嗎 你今天考過 黃天厚土 就是演大陸文革的時候 反正那時候都是什麼 不是珍珍演 什麼柯俊雄演 我那個還更早一點 就是什麼 誰演 你更早 更早 但是到了後來 我講那個黃天厚土的時候 那時候 這種所謂的大陸商人文學 正好在流行 所以有很多的新的片 像什麼 假如我是真的 有 阿倫 阿倫跟胡冠真 對不對 對 然後有那個苦戀 白話的苦戀 有沒有 白話的苦戀 另外我講那個黃天厚土 這樣一個科學家 回大陸 遇到文革的事情 那時候 在 兩獎嘛 就老獎跟小獎 都在推這個東西嘛 那個寒流 有一段是那時候 日本鬼子打進來的時候 有一個女大學生叫沈什麼的 沈蟲 沈蟲世界 沈蟲世界 沈蟲世界有演進去 在北平的時候 北京的時候 你看吧 對 沈蟲世界 他有演進去 寒流 寒流 然後除了電視劇是寒流 海棠雪淚 南地也是那些 那歌曲就是 歌曲最有名那些 就是長城堯 所以當 老馬在 八八嶺 在唱這個長城堯的時候 我心裡真的有點緊張 我很擔心 要把後面的歌詞唱出來了 我跟你講 他就算唱第一段 對 也會涉及 你看 他如果只唱一句 萬里長城 萬里長城 外面是古香 指道社 他只唱過社 高梁肥大豆香 遍地黃金少災秧 對 就在這裡 他後面就有個問題了 就要收了 自從大難平 對 還均淫掠掠苦難當 對 他不要是 他唱幾句啊 他好像只唱到那個 只唱兩句 對 前面那兩句 就後面什麼苦難當 那沒有 大難平一起沒唱了 就沒唱了 對 所以我看到他 我緊張了 我很為他緊張 你知道嗎 像網路時代 大家Google一下 就有歌詞 但是一般來說 大陸也沒聽過 來不及反應 對 也沒聽過長城堯 那他又是在 萬里長城的那個 巴達林他唱這個歌 但是他想到 哇 蠻有身體好強壯 還可以到那個 巴達林的那個 上面去唱歌 巴達林 我去過 因為就是 我們後來 全家出國的時候 我們都要選說 歷史課本 地理課本上有的 所以我們日本去看看富士山 對 是 北京沒去過 北京沒去過 這個 我們就是去爬長城 就是巴達林 那你知道 之前那個 清明年假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過長城的盛況 跟春節的時候盛況一樣 很多人 人幾人 哪有那麼強的地方 可是馬英九這一次去 有大陸的禮遇 你看到很多地方 對 他到那個故宮也被進空 好像萬里長城的時候 也沒有看到什麼遊客 你會覺得馬英九 他還是很中華民國派 喔 對 而且 他唱了這些歌曲 你就知道 還是停留在以前 兩蔣時代 那個那種 愛國青年嘛 對不對 可是 中華民國 可是你說他其實是這樣 在他從西安到北京 特別累的情況之下 他去參加了 參觀了一個地方 叫盧溝橋 他到盧溝橋 我認為是太累 他剛好遇到一個93歲的老兵 他們就在盧溝橋 那個小風踩月的地方 然後就開始兩個人對話 那一對話馬英九不知道怎麼搞的 他就想到 戰爭和平沒有輸家 戰爭沒有贏家 他就講到這句話 我覺得 談到最後兩岸 真的千萬不要有戰士 對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傳達 這個也比較有正當性 你民進黨 你搞到兩岸這麼緊張 所以其實民進黨 最要感激馬英九 因為馬英九幫他把這些警察關係 給他給緩投下來 甚至可能管閉民都會留任 我們等一下談 裡面有很多一驚一炸的事情 央肉說大陸小學就聽長城搖 有欸 但是可能台灣有改歌詞 改歌詞是不是 台灣的歌詞跟大陸不大一樣 請海的草原 不是不是 這中華民國送 對這另外一首大家比較熟悉 他說中華民國送也唱過 劉家昌自己改成中華民族送 喔這樣改了 對改了改了 所以習近平也有唱過 他絕對 我剛剛就在想嘛 他叫中華民族 我看了很多資料 他說他唱過中華民國送 我覺得不太可能 中華民族 他怎麼可能唱中華民國送 是劉家昌自己改的吧 他改了變中華民族送 對對對 沒錯 所以就後面歌詞都可以了 請海的草原 對對沒錯 馬英九是抱著義中憲法 在唱請海的草原 他有唱嗎 這一次有唱嗎 沒有 這一次沒唱 沒有對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看我們自己的憲法 對對對 我們主權還集於中國大陸咧 好 央宙又說 苦難當奔他方 骨肉離散父母喪 有改了一點 跟我們不一樣的 對對對 有些不一樣 跟台灣歌詞有些不一樣 對 某樹欣第九天使說 大陸人沒唱過嗎 他們也認為說 可能有唱過了 但是因為台灣的時候 為了配合 當時老蔣的反攻大陸 所以改了一些歌詞 對 吳文敏 歌曲不一樣 長城後是故鄉 長城外面 我們是才能長城外面 對對對 他們唱長城後面 哦 我們是長城外面是故鄉 因為當地才是後面嘛 對對對 沒錯 好 好 這個馬英九 其實這一次 如果邱文元 如果他在 那個 習近平面前 我認為 我覺得他故意 口誤 號稱口誤 我都不故意的 我認為不會耶 我覺得他故意表出來 然後回台灣的時候可以交代 然後在習近平面前要說 哎呀 口誤 然後媒體報導都說 口誤 他後來要改回來中華民族 我覺得有這可能性吧 完全很善良啦 完全很善良啦 我這麼善良天真啊 因為我認為馬英九應該是 因為我年紀比較近嘛 他七十幾吧 我六十旺七嘛 我六八了嘛 所以我比較了解我們這個年紀 我們這個年紀 有常常會口誤的 我認為馬英九 因為馬英九上一次 也類似像光琴講這個情況 去年發生了很多 可是他回來的時候 他並沒有 並沒有去講過啊 並沒有去講過啊 中華民國 從小到大一直到七十歲啦 中華民國七十幾歲 中華民國 這個是他順口的 他要因應當時候的狀況 改成中華民族 會比較不順啦 因為他不熟悉這個語言啦 對 也有可能是口誤 但是我覺得也有可能是故意的 他至少講出來 那習近平可以容許他這樣嗎 但是我覺得因為是這樣 習近平到現在 他已經變成世界級的領袖人物嘛 所以他看問題的時候 他不會在那個金金計較那個 一支 一個字兩個字的 那支支片語的問題上面 他可能重視的是 馬英九這次回到 就回到大陸去尋根之旅 確確實實有表現很榮厚的民族感情 家國情懷 這個是可以感受出來的 只不過馬英九 哭的頻率高了一點啦 如果哭的頻率不要這麼高 效果會更好 胖胖鼠說無法加入話題 欸欸欸 什麼意思 我們太老了啦 我們太老了 年紀大 我們講這個還講到 黃天候徒 我們上次還講那個 蔣孝吳跟那個 那個張艾佳 大家不知道那是誰 像有的人蔣經國是誰都不知道 但是也不要排斥老人啦 對啦也不要排斥老人 對啦也不要排斥老人 因為每一個人有他自己的回憶的 回憶的地方嘛 但是你看很多人回憶啊 像我比如說 長城堯小小鳥 欸小鳥是那個造船的 你們對 是造船改編了 編曲都改了 不大一樣了 初一音樂課就有啦 其實小小鳥 小小鳥有一點是當時 小小小鳥 對那個小鳥不是反共歌曲吧 不是不是 他的意思說他們那個80後的 大概那些啦 但是有些 光琴是70後的對不對 我1965的 我是50後的啊 我從來不介意我的那個年齡 幾月幾份 幾月幾日 幾月幾日 小數點我都願意講啊 這有什麼嘛 對不對 胡慧中啊 胡慧中 對啦 我覺得我們再弄下去 就不得了 就懷舊了 懷舊了 我還記得 胡慧中有一次 他上那個金馬獎頒獎典禮 去唱那個電影主題曲 那奇遇的歌曲 感染術啦 胡慧中是我大學的 他還唱破音耶 那天很尷尬 你看小鳥是 我都記得 你看我們剛剛提到 沈從事件 那個秦明他就知道了 就是 不會中捨 中國大陸的 大陸的歷史教科書裡面有啦 對 沈從事件有 對不對 沈從事件 沈從事件是一個歷史事件 我說實在這個 我是從 你講韓流我就知道 可是後來也看到有一些記載 是多少嘛 好 這個所以 你覺得 馬英九這次 忠於馬歇二會 你知道 就我所了解 因為馬英九上過我一次節目 他很難發 他都要看時機 而且馬英九那時候把他關起來 馬英九是一個謹慎的人 所以他這次到大陸 從深圳開始一路 馬英九基本上都是看稿鏈 他很少脫稿 但是到了北京最後的階段 第一個緊張 第二個可能也很累了 邱媛我告訴你 因為你剛前面就介紹了 他看稿念對不對 對 不太可能口誤 他就看稿念完口誤啊 他不太可能 他故意的 故意的成分很高 他今天如果沒有看稿 是自由表述的話 那 那個 口誤的可能性 對不起對不起 可能性很高 他就看稿念才三分多鐘 怎麼可能 老花眼這麼嚴重 看不到 而且最關鍵的是 最關鍵的是 口誤的 不太可能 這麼重要關鍵的字眼 通常他們好不容易 促成馬錫二會 在習近平面前 他為什麼要看稿念 他怕有錯 他很謹慎的人 對不對 那他怕有錯的情況之下 他看稿念 看稿念 還念錯啊 可是 可能性不高 故意的 到了一定年紀以後 我到65歲以後 65歲以後 你越在意什麼東西 越容易錯 越容易發生錯誤 對 而且越在意什麼 你當時甚至有可能 腦海裡突然一片空白 你越在意什麼 越會講錯什麼 他越告訴起 越能冒出來那幾個字 他後來就 到那梗上了 到那份上 他就冒出來了 但是我覺得這一次 也不要太苛責馬英九 一個73歲的人 能夠鐵人行程 從這樣一路走上來10天 我認為他已經做到他英進的 他該負的一個責任 他把兩岸緊張關係 確實被他降溫 民進黨絕對罵他嘛 什麼有用的白痴 被罵了 這個人最無聊 這個人我要稍微講一下 這個人是正在學校的一個 院長嘛 那這個人呢 以前是馮世寬想推薦給蔡英文的 2016年的時候 那蔡英文不用 他不用這個人 他可能對這個人有不好的印象 所以這個人後來就轉 你知道嗎 不管警察或軍人 如果被弄到學校去的時候 就代表已經被冰凍了嘛 其實有用的白痴 還是一個政治術語 那我們就不講了 你看這個自由評論網 這個投書啦 這個是另外一個人發分 這個學者 我就看你講哪一位 你剛剛沒講 那個叫神什麼的 那個人看他名字 我都忘了他名字了 我也不講 哎呦民視報導了 這個學者 這麼沒名啊 我跟你講 自由時報還用二版的標題 頭條標題 去報導這個人的這句話 說馬英九是有用的白痴 我覺得講這句話 就代表他真的很無知 這個家伙真是叫無用的白痴 我跟大家講說 有沒有聽過常誠謠啊 馬英九問有沒有聽過啊 解說原說沒聽過 那可是有一些 剛剛我們的留言說有啊 怎麼會沒有 余忠基 國防大學政政學院前院長余忠基 余忠基 他也是引述別人的評論 可是我覺得你作為一個 正在學校出來的一位 算知識分子吧 比如說軍人對不對 你去說馬英九 是個有用的白痴 這什麼意思 那如果像這個人的話 想去抱民進黨大腿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無用的廢人 所以無聊嘛 因為我認為馬英九這一次 就是能做任何事情 他一定會有瑕疵 你不可能說沒有瑕疵 馬英九是統派 就誠如邱委員你的直播 我都整整聽完了 馬英九這個統派 跟中國想要統戰台灣 那個統不一樣 當然不一樣 因為馬英九他堅持 以前台灣的獨派人士 政治人物他們問我 我就說馬英九是對啊 統派 但是不是中共統戰派 他的統是中華民國 統一中國大陸 馬英九是接近兩蔣時代的 反攻大陸 或者到後來三民主義 統一中國的那一個統派 所以也不要苛求馬英九太多 因為他是那個時代產物 馬英九媽媽前後 就是軍統出身的 他軍統裡面的軍官 軍統就是現在的軍情局 以前叫保密局 那爸爸是國民黨 馬赫林是國民黨的黨工 所以馬英九從小 其實就是在這樣的一個 教育環境下長大的 所以他會傾向於所謂 當時兩蔣的老蔣跟小蔣的反共教育 其實是情有可原 但是你可以發現馬英九這一次 比去年的那一次 回鄉記者那一次 我認為他的那一種 家國情懷給他的 家國情懷很重 對很重 其實在台灣的外省二代 如果稍微我們年長一點 對對 除了趙紹康 因為趙紹康後來就是媒體人 不然你說像馬英九 我老公最常講的 他是唱滿江紅更會 對對對 你記得他去看社界的時候 你知道哪一段他哭嗎 又哭了 對他就唱到那個 那個男人叫什麼名字 我突然都忘了 他這次去念那個 語氣解別書 林絕名 對他也哭啊 我跟你講可能他也撐了很久 念到中間有一句 然後才哭 他可能就 一陰輕輕如霧就想哭了 對 所以我講的是王力宏 他竟然看到王力宏也哭 他覺得很像他是吧 我記得那時候 我還跟他講 我說王力宏是裡面 演得最差的一點 對 那時候王力宏不會演 對 就一根柱子這樣 跑來跑去 馬英九看到王力宏講的那些話 就是抗日的話 馬英九當場就掉眼淚了 在那個手印的時候 就連累下來了 對 所以馬英九是很容易為那個 尤其抗戰的那個情懷 他一起來的時候 他就忍不住要哭了 這一次我又發現他 與其決別書的那個 其實 他念到那個 我認為他哭還有一個可能 因為馬英九很孝順 馬英九很孝順 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秦媽媽很喜歡我 所以他覺得馬英九對我 不好 對 都沒有用你 所以馬英九呢 通常禮拜三的晚上會到 會回家吃飯嘛 然後呢 他就逼著馬英九那些打電話給我 他先撥給我 所以 所以馬英九很孝順 那因為他小時候去練 像林爵明的與其決別書 易營親親吾吾的這些東西 一定都是爸爸媽媽 逼著他去練的 你知道嗎 他還真的很標榜自己也會 那個 也讀過左傳 對 他在講 中國特段語言 對 這個馬英九他的那個 簡報資料 可是我現在 他已經卸任了 下台了 以前討論馬英九的風潮已經過了 我講個老實話 我跟馬英九一樣 我練的這些我也會哭 但是我誠實告訴大家 我哭的原因是什麼 你點在哪裡 是想到我父母 因為我記得我那時候 都是要演講比賽 然後我爸爸媽媽 那時候叫我去練習的時候 逼著我叫我練的 所以我會哭 其實哭有兩種 一種是真的想到 當年林爵明跟他的 他心愛的老太太 生離死別的哭 那另外一種就是想到 當年他跟他的老父老母之間 互動的一種 童年的記憶而哭 那對我來說 我是一個比較 小肚肌腸的人 所以我會比較在意第二種 所以我也常哭 可是我的哭 大概都是看了第二個 像我昨天晚上在看那個 宋康浩演的那個 我只是一個 競爭車司 出租車司機 競爭車司機講 韓國的光州世界 1980年 你早看過了 對 那我昨天看了 就哭得 西梨花 對 那我想到的是 是我第一次看這個片的時候 是跟我的小女兒一起看 那我就哭 那我另外 我上次看那個什麼 回到二十歲 楊子山的回到二十歲 龜雅雷演的是奶奶 楊子山演的是孫女 然後也哭 我看了也是哭得西梨花的 我女兒說有沒有哭成 老爸有沒有哭成這個樣子 我說我就想 我就想到 老爸如果現在回到二十歲 就不跟你們玩在一塊了 所以就是說 馬英九是比較家國情懷 民族情懷 這個習沒有說錯 那我呢 就是所謂小肚雞腸 比較會 思念起我父母 那個女兒 家裡的孩子 就這一種 就 個性不一樣了 他比較揮紅大肚 讓我是比較小肚雞腸 我們比較自私 我們家裡管好就好了 對不對 就會觸景深情 其實朱志欣的背影 我們也有父親的背影 你講到演講比賽 像我們這個 我們小時候被抓去 什麼朗讀演講 什麼歌唱比賽 我告訴你 那時候沒有影印機 要六份講稿 要六份講稿 六個老師 結果我爸半夜 我爸軍人嘛 就穿一個綠色汗衫 半夜夏天的時候 我就看 我睡覺的時候 看到他背影 他一直用手寫 幫我 用稿子幫我騰 六份講稿 什麼概念 我這邊寫 我看他邊罵 就是 因為不早講 他晚上 填六份演講稿 你知道 那是一個台灣苦難的時代 真的 沒有影印機 你有沒有看過一片 很有名的名片 楊德昌的 叫做 《孤嶺街少年殺人世界》 打他們看好幾遍 對 小四嘛 你有沒有感動這個 裡面的興趣 因為我眷村子弟 我應該是特有感觸的 那因為我也常進眷村去 因為我都去追裡面的女朋友 我以前講過小四 對啊 小四應該要改名 可是因為他的性太特殊了 後來聽說他到美國去了 後來就從此從人間消失了 就那個我們今天聊太多 依舊了 其實我是覺得民進黨 或者是有一個台灣自憲基金會 不管馬英九怎麼做 就是他還中華民國萬歲 可是他們都不會接納他 因為你看他們說 馬英九並不代表台灣人 拒絕配合中國大外宣 他們講說拒絕馬英九去配合中國 來搞什麼大外宣 就統戰大外宣 世界只有一個中國 兩岸同屬一中這種 其實那邊怎麼講 他們一定說台灣是中國的一省 馬英九的 但是馬英九他也不一樣的 對 他的情懷 不是要配合大陸什麼統戰的問題 馬英九的情懷是他 真的很具有家國情懷 這個家國情懷 可能是當時的大時代使然 也可能是父母的家學所造成的 也可能是他個人的因素造成 所以馬英九其實的表現 我認為不要用顯微鏡 也不要用放大鏡去看 他就是一個73歲 已經沒有了工資 沒有檔值的一位老先生 他上次是第一次踏進去 我發現他非常激動 對 你要去中國大陸 因為我們從二十幾歲採訪 我們經常進出 後來也有進出 那是上海 很想去上海 我知道馬英九他從來沒去過的時候 對一個外省人 外省二代 我覺得他會很想望 他上去整個大爆發 那就算是第二次對馬英九來講 那麼短的天數 我說實在他還是覺得不夠 但是他的身份他畢竟是前援手 對 雖然現在沒有任何檔值 也沒有任何工資 可是對他來講的話 你就把它看成是一個 邱委員講的73歲的老人 對 老人他想要去尋根 對 要尋根 然後有強烈的情懷 對 然後又看到兩岸的緊張 他又很想能夠做點事情 所以他就用他余生的力量 去做這樣的一件事 沒有政治野心 也沒有想到什麼 輝紅的願景 他就是想讓兩岸的緊張關係 能夠降溫 就這樣 馬英九就是那時候 馬伯伯跟馬媽媽他們 在香港 香港不是有 對對對 叫什麼嶺啊 釣井嶺 釣井嶺 他是港生嘛 對 所以他認真講 那是他爸媽的故鄉 對 沒錯 我們所謂的返鄉祭祖 我們回中國大陸 這個回或返鄉 其實講的其實是我們父母親的故鄉 除非老宋 宋楚瑜六歲時候跟著父母親手牽著來的 那個他不是在台灣生的 他或許還有一點稀薄的印象 那個他曾經那個是他的故鄉 可是來到台灣 你說一輩子都在台灣 甚至馬英九不是發貨事嗎 買股要買到台灣 對 而且高度政治壓迫下 馬英九他就是這樣的人 大家都已經很熟了嘛 好 所以我覺得那邱宇 邱宇 那國民 民進黨不認帳 民進黨甚至還是打他啦 但是國民黨呢 國民黨 我對國民黨這一次的表現 國民黨我不認帳 那是怎麼回事啊 我覺得蠻 我蠻氣的啦 就是說我可能後面會做一些 比較嚴厲的批評 我認為朱立倫要面對這個事情 可是當馬英九踏上大陸的第一天 就到深圳的第一天開始 朱立倫就人間蒸發了 你好歹你這個黨主席嘛 對不對 你主導過三次的大選 你知道出來表達一下 馬英九這一趟到大陸的尋根針禮 看法如何嘛 這才是一個有為有守的人嘛 像個男人一樣嘛 結果他人間蒸發了不見了 很久耶 對很久 一直到昨天才正式發生 對不對 說要依照黨綱啦 黨章啦 來提醒 就在馬英九決定要跟習近平 今天進行馬習二會的前一天 他才出來放了這一個馬後炮 你不覺得很不負責任嗎 沒有擔當嗎 他就算去美國 他或者就是私人家族行程去度假 這有什麼 他幹嘛搞這種神神秘密 他有在美國出沒在布魯金斯學會啦 那布魯金斯學會是個什麼學會呢 他是在美國的華盛頓特區 他是一個比較親共和黨的 美國保守性的智庫 所以這個智庫的基本的走向 是比較反共的 他是比較保守派的 要維持大美國主義的 所以他到布魯金斯學會裡面 那麼跟這些專家學者 因為裡面的專家學者有很多都是 過去退休亞太官員 有些是這方面的重要的學長 柏瑞光等人 都是這裡面的一些特約的研究員 他到這個布魯金斯學會 這是唯一這十幾天 朱立倫出現的我追蹤到的唯一的蹤影 所以他證明他一定有去美國 但是在美國停留幾天不知道 那搞神秘幹嘛呢 對那有沒有跟他搞神秘 其實就是這樣 朱立倫是這樣 朱立倫跟我有一點個性一樣 蠻有跟我有一點個性一樣 自戀 那朱立倫跟我一點個性一樣 小肚肌腸 都有缺點 他們兩個人缺點我其實都有 所以我比較了解這些 跟我有一樣缺點的人 因為我是一個自行 一日三行無聲的人 那朱立倫是小肚肌腸的人 他其實心裡在吃味 他真正小度就要吃味 為什麼 他也想跟習近平來一個 所謂的租席二會 因為2015年他做國民黨主席的時候 他跟習近平會過一次 那時是國共論壇 而習近平那時候剛剛上來 在第一個任期裡面 所以跟他有過第一次的租席會 那是人比較多的 對 但是畢竟 朱立倫打第一棒 對 那第一次 畢竟有會過 對 所以他就覺得說 既然有為者易弱勢 那為什麼 為什麼馬英九可以跟習馬二會 那為什麼朱立倫不能夠有 租席二會了 對不對 所以他心裡會吃味 這是朱立倫這種性格的人 所以朱立倫為什麼會選擇練會計 而且會計練得特別好 因為有這種個性的人 搞會計 確實是比較不會比別人有成就 那朱立倫就這一點心裡放不開 那放不開他又不敢 又風向又捏不準 他又不敢明著去批評馬英九 但是也不甘心稱讚馬英九 那怎麼辦 我乾脆自身事外 然後就出去了 然後照講朱立倫 現在只有一個政治舞台 就是國民黨周常會 所以他那國民黨周常會 唯一的政治舞台都不主持 叫夏立言去 然後他人就蒸發掉了 蒸發掉 那時候人應該到了美國了 當然有到布魯基斯學會去 跟學者跟退休官員談 看看美國這邊對他是不是 還保持過去的情誼與重視 那麼後來可能談談談到就是說 必須有人接棒 要辦一個 他們要辦一個三方二軌的兵推 就是另外一個 是CSIS 是美國的國際戰略政治中心 那麼這也是一個在華盛頓特區的 保守型的智庫 或者冷戰思想庫 他是標準反共思維的 就冷戰思維的 就冷戰思維的 霸權主義的 所以他們需要有三方 美國 日本 台灣 三方來做兵推 假想敵叫做大陸 所以他這時候 朱立倫很想 這個可能會上台面 所以就叫夏立言過去啊 然後黃建真就陪著夏立言 參加了那個兵推 那這一來的話說實話 夏立言也很冤啊 他就還要跟馬英九唱對台嘛 因為馬英九一折在大陸 尋根之旅 走的是比較親中路線 對不對 那另外一折 這個夏立言跑到美國去 參加CSIS的這個 三方二軌的兵推 跟美國 日本站在一起 假想敵就對抗大陸 那不是跟馬英九是 正好打對台戲嗎 所以我是 當然這些背後的主導者 就是朱立倫嘛 所以朱立倫 朱立倫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我是覺得他小肚子才有點過火了 你知道給馬英九一些面子吧 他畢竟是提拔你朱立倫的老上司啊 沒有馬英九朱立倫哪有機會 能夠後來到行政院做行政院的副院長 然後能夠勸退周錫偉 讓他做台北縣就新北市市長的人 不就是馬英九嗎 雖然執行者比較輕不武衷 但是馬英九功不可沒啊 所以不需要對馬英九這麼 國民黨內搞分裂是第一名吧 對 也無時無刻 從這個事情就可以看出 但是你朱立倫你會為國民黨黨 你至少要搞出一個路線啊 你們可以排馬 對 那他最後那一句話 就昨天說的話 他提醒馬英九說要依照黨綱跟黨章來做 他一直告訴你馬英九 你別忘了 當家是我朱立倫 對不對 因為朱立倫是黨綱、黨章現階段的執行者 那個法人代表嘛 對不對 所以他再提馬英九 不要忘了 現在我老大 對不對 你只是我國民黨裡面的議員 就這個樣子 我就不需要這個樣子 不需要做到這個程度 在國民黨裡面搞地盤 做這個小老大 這有什麼用 真正台灣總統 現在馬上要做職了 對 沒錯 當初就跟你們講嘛 眼睜著看著人家去 這個風光佳絕 對不對 我差一句話 現在國民黨 我中午跟一位國民黨的中華人物同台 我有問他 他說國民黨已經接受了國台辦的邀請 應該是在六月的時候朱立倫會率團過去 可是到目前為止 我另外一個管道又問 大陸沒有 沒有只答應 宋濤會一定會跟他們見 但是宋濤在上 我說過至少還有兩個 今天出現有兩個 對不對 習近平旁邊 左右亨哈二加兩個 一個蔡奇 一個王富林 到現在為止也沒有答應說 六月朱立倫帶團到大陸去 這兩個人會見他 那更不要談說 有沒有朱習二會了 如果沒有關鍵性的會談 我說實在 你們一定 若一不決於是 人家會說你們去炒國 對 沒有錯 反效果反作用 對不對 他們已經好 不會去而去嘛 對不對 好多人在引用 說國民黨是丐幫你知道嗎 對 就說到大陸去 沿門脫波一樣 何必呢 說要去 要那個 對 要浪力 要會台 要東西的 國民黨 那一次很嚴重的風暴 因為整個輿論都認為你們要去那個 所以他才有丐幫 那你做一個黨主席 你又 沒有馬 馬英九弄馬習又會弄很久 因為原先蔡英文總統 對於旋轉門 條款 他裡面有 至少國安 他修國安無法 對 把他越修越長了 就是馬英九他就一直被關注的感覺 所以他 因為我們約通告的時候 他們就一直說 在看這個時間 那說實在 他們有一度對 蔡英文真的很反感 對 因為蔡英文他覺得 他怎麼這樣對一個前援手 對 把他的這個 因為馬英九受邀 他一則想去大陸 對 二則一想到各個國家去 對 因為你知道人退休以後會寂寞 對 尤其馬英九那麼自戀 對不對 他退休以後每天故隱自戀 他當然希望能夠 發揮他的餘光 他現任之後一直在 想搞成這個馬熙二會 說實在 很 一度就很絕望了 那這次搞起來了 對對對 馬英九我們談差不多了 其實就我很想聽聽看 這次你對那個賴清德 啪嗦 好 當然 我今天中午訪問鄭立文 鄭立文是論述的高手 他又了解民進黨 也了解賴清德等 所以他第一個 就時間點來講 我認為說 賴是提前公佈 想要壓 馬英九這個 沒錯沒錯 反正禮拜五嘛 提早了 他認為已經晚了 他認為已經晚了 他比較以前 那這個都是其次 那他有一段分析 那那個邱遠 我今天看到一個那個 他們定位內閣 我們先從這講起 好 我問完沒想到 定義什麼 AI內閣啊 他的AI有他的不同的定義 但是我覺得他定義 AI內閣的話 有一點好笑 你知道 因為裡面 卓龍泰就是標準AI 他就傀儡啊 他就提現木偶啊 他就AI啊 對不對 因為他會用卓龍泰 就會卓龍泰聽話嘛 卓龍泰沒有個人堅持嘛 他從一開始謝系 因為做謝系的大師兄 從台北市議會 然後到了立法院 剛好就跟我同屆 那他的人每天笑嘻嘻的 像個笑迷樂一樣 那做人也很好相處啊 那我也常常 晚上一起上政論節目 那又覺得說 他比其他什麼 王志堅啊那些人 哎呀要好太多了 都覺得他很理性嘛 卓龍泰的個性就是 他比較溫和 如果由他來處理 曹小野大的狀況 他事實上 可以避免跟在野黨之間 發生劇烈的衝突 那他也並沒有很堅持 他個人的組建 他對賴清德也很忠心 他做過賴清德的行政院的秘書長啊 兩個人的合作也無間嘛 那所以如果他今天賴清德 賴清德是個很霸道 很自以為是 嚴格來說也很自戀的人啦 那賴清德用了卓龍泰 卓龍泰就等於在遂行賴清德的意志嘛 所以如果賴清德要做一個務實抬頭工作者 那卓龍泰不管怎麼樣 他沒有個人的想法 他一定遵從賴清德的指示 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去做嘛 那這樣的人是賴清德這種性格的 霸道性格的人 是最喜歡用的人 所以他用卓龍泰而不用林佳龍 當然是正確的啊 好幾個答點我們先講好 好 你最意外的是誰 哪個蔡英文 我認為我本來認為啦 他不至於去用到顧力雄啦 為什麼呢 當然跟顧力雄有一定的原因 顧力雄是美國喜歡的人 顧力雄也是蔡英文可以接受的人 但是顧力雄應該不是賴清德喜歡的人 好 因為顧力雄基本上 從做陳水扁辯護律師 就是尤其是扁家貪污案的辯護律師的時候開始 我對顧力雄就很了解嘛 顧力雄表面在律師界很有名 做過律師公會理事長 可是顧力雄在法庭上面是很鬧的 他一心都想跟別人和解的 所以他沒有我們以為了說 像宋世傑 方唐靖那種在法庭上變才無愛的 沒有 也沒有很刁鑽 都沒有 他會滿臉笑容的 然後拉你到外面是要跟你和解的 他也是馬永成的辯護律師啊 然後又做陳吳書登的辯護律師啊 趙建民的辯護律師啊 陳水扁的辯護律師啊 他跟我在法庭至少對壘20次以上 所以我對他的性格 我當時也覺得這個人沒有那麼壞吧 很好相處 他又是上海人 你知道嗎 他媽媽 他媽媽上海人 所以他有一種上海人的味道 那種很長袖善舞 很會跟別人去哈拉德那種性格 那可是呢 他跟賴清德不合啊 因為他跟賴清德之間真的叫格格不入 而且跟賴清德基本上應該是不熟的 賴清德為什麼會接受顧力雄這個人呢 基本上以賴清德的個性來說 他還不如繼續留用邱國鎮 因為邱國鎮知道他是個軍人的樣子對不對 類似邱國鎮那種科班出身 邱國鎮留不住了 但是邱遠的意思說要用類似像邱國鎮這種背景 出身背景 他現在重點是海軍的發展 對 他有很多的可以用嘛 這個李啟明可以用 黃曙光可以用 都海軍出身 甚至被談到的李仲威 以前的海巡署署長 他也是海軍出身啊 都可以用嗎 李仲威是背後應該積極在爭取 可是我聽那個資深老大哥 媒體老大哥講說 那個李仲威 剛剛跟媒體人跟李仲威吃一餐飯 我真的是看到他那個官架子 官僚 官僚得很 因為有一個軍人那種療氣 外面都站了兩排他的那種部下 就站在那兩排 軍方那種官僚療氣很重 還以為自己是 他還是高官的時候 可是問題是 軍方就這個樣子你知道嗎 軍方官僚氣很重 療氣很重 尤其他們連從列軍校開始 那個學長制 就那麼樣的根深蒂固 所以你一個顧力熊跟軍方毫無淵源 軍方也沒有人脈 也沒有基礎 對軍事又是大外行 你怎麼帶國防部 就他不是第一個文人部長 對 記不記得那個 蔡明信 蔡明信是副部長 部長 後來部長 對 孫政 孫政是因為那時候李登輝要點名他 而孫政本身 因為他好像是眷村出生的 叫孫立群爸爸 對啊孫立群爸爸 他是山東流亡 對他是流亡學生 他是跟我的老上司 于忠仙 一起從青島 一起過來的 對 所以孫政基本上 那時候可能李登輝說了算 好 那到了陳追免時期 就是唯一文人就是蔡明信 可是蔡明信在過去 在整個這個國防的文獻裡面 他是有一定的研究的 他不叫孤立群 孤立群到現在為止 你說叫顧大部長 顧大秘書長 把你一些有相關的著作文章 拿出來給大家匹匹一下 沒有啊 可是美國人信任的話 美國人說了算啊 劉沈首歌為什麼來 對 其實 其實為了那個講稿 對對對 內閣人士 這整隊人嘛 包括國安會秘書長 對對對 國安局長 還有國防部長 這要那個給美國看名單 不是嗎 對可是我覺得 賴清德 摟浪到這個程度 我也覺得蠻遺憾的 因為有關係到軍購 對啦沒有錯 所以我就要講 重點就在軍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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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美国现在不只军构 他连台军的训练 台军的指挥 台军的演习 台军的一切将来都希望 都在美军的指挥系统架构里面 所以他要用一个完全可以让美国 没有个人意见 完全美国叫你往东就往东 往西就往西的人 所以他基本上 他会比较倾向这个顾立雄 大家记不记得 顾立雄曾经带着他老婆王美花 到杨明山去看一个美国的官员 后来在回程的时候 是因为发生车祸 所以才意外爆了光 大家还知道原来 顾立雄也很积极的去走 这个养老爹的这条路线 顾立雄才以为喜欢他 也是因为后面有美国人 对顾立雄的肯定 所以顾立雄才能够从 从这个金管会主委 跳到国安会的秘书长 其实他对国安问题他也不了解 他其实是蔡英文时代 那个战情是很核心的 然后他有时候会跨距 然后到军方去巡视 当时就探讨说你国安会秘书长 你管得太宽 但是从这个人士可以看到 这个美方的意志很强烈 还有一个就是说先前那个军方 早知道不是他们自己人 的话他妈斗那么凶 对啊 没错啊 他拆黄曙光 黄曙光可能 随着那个蔡英文下台就 没有错 所以说变了原来几个热门人选 这个黄曙光啦 李启明啦 李仲威啦 李仲威啦 邱国正啦 全没了 对啊 全没了 对啊 斗邱国正啊 斗他小孩 对啊 斗那么凶啊 斗到人家小孩就有点缺德啦 对啊 后来才知道原来其实美国人就属意孤立雄嘛 重点就在于军购嘛 因为美国希望说台湾对军购上面 最好就是美国完全卖方市场 你台湾不要啰哩啰 我美国说要给你什么 你就接收什么 要多少钱就给什么 对不对 而且台湾有很多跟美国付了款 到目前为止还没拿到货的 而且有很多拿到货的都是在2027年以后才能够 拿到购买的武器啊 那个时候如果依照美国的军方的评估 那时候都已经两岸都game over了 你还买这些武器干嘛 对不对 所以那你如果说有一个比较内行的像邱国正啊 或者黄曙光或者是这个李启明这样的人 他们可能会有很多意见啦 也会跟美国提出不同的意见 那还有一组就是吴钊燮 对对对吴钊燮也是很有趣的 那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他到国安会秘书长 是不是认啊 可是你想往前想 他也做过国安会秘书长以前原来 他做国安会秘书长 然后又陆委会主委国安会秘书长 又变外交部长 历练大概都在这个圈啦 但国安局长是蔡明燕 蔡明燕之前是谁 蔡明燕之前邱国正也说话啊 还有陈明通啊 阿通博啊 我就跟你讲陈明通都做过国安局长了 那吴钊燮算什么 对啊对啊没错 对那你会想说内政部 林又昌都做过内政部长了 可是因为陈明通 那刘思芳算什么对不对 对陈明通有吹牛 因为他那时候陈明通那时候 在还没有当官 还在台大店博士班的时候 那时候那时候许立荣 蛮疼我的嘛 我们常去开一些座谈会 陈明通每次都来哦 而且每次都发问哦 这样啊 对然后他是干嘛你知道吗 然后大陆有开会 大陆香港澳门有开会 他人一定到场 然后他每次都会收集会议制 要做记录 所以他就是他为什么可以说国安局局长 本来陆委会主委嘛 调国安局局长嘛 他就是以学生身份 就是收集很多情报嘛 在山上嘛 山上养了很多学者嘛 没错 他们要学生身份嘛 常要去做田园调查嘛 对可是我觉得陈明通想当官 想得有点发疯了你知道吗 因为他跑出来开记者会要去 替他学生林志佳 说要替他洗白 林志坚啊 林志坚 林志佳最近也不太好过 对对林志坚 林志坚 对这口误啊 说我们这个联系 真的很容易口误 老在想什么嘴巴出来不一样 光景是在年轻 再过个十几年 那你如果有讲错 你也麻烦你提醒我 不会你基本不会讲错 提醒我 我们这个年纪老头 那谁就会讲错 对我练一下董事 好 会对龙九说 请支持水平标高气 丹尼阿鲁巴 老猪活动并按赞分享 加社群迎集 无德正美 阿姐的fighting 谢谢阿九 义无反顾 套一次黑术的选择 知谁恨 欢迎崔尉委员 阿鲁巴黑斯反抗军fighting 阿姐的fighting 那个邱远你 你如果听我在念斗内 你可以把那个冷气 我们有了 开大一点对不对 哎呦 把那个 对呀 我又有味道好闷哦 在这边 在这边 你指到哪里去啊 好 好 你嘴一变来啊 真好头啊 就这样 这个很热啊 对 阿鲁尼阿说 不能 不可能口误啊 从年轻时就穿梭在重要场合 不可能紧张 那他还跟我看法一样 怎么可能口误 还念口 还口误 阿鲁尼阿很威电的 很少吃螺丝的 政治的每一步都是有意义的 马前总统比民政党嘴炮台独强多了 喊台独不敢实际干嘛 对 从阿典一边一国搞到现在 对 阿那个赖青棠不是很用的 对啊 不许台独工作者 他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啊 都不要交代一下 他跟罗森伯格说 也是只敢做三分之一啊 对啊 对不对 政经为座 连腰都不敢说下去 他有免疫权 那其他人 被人家喊胆喊杀 对不对 这个要交代的 对啊 没错啊 对不对 不交流也不接近 读 看不懂路线要怎么读 看不出来他们想怎么做 躲在荧幕里不面对人民 你完全不知道他们负有什么政治责任 太对了 好 Yara 政客都是绿茶表 寒流 偷偷赤户 滚滚寒流 一片腥风血雨 弥漫了滑下神中 我记得 今日的锦绣天堂如今魔影 这怎么念 魔影彤彤 彤彤啊 应该是吧 不是 他念了种种 我平常就是鬼影彤彤 鬼影床床 我不是手怎么念 我写给他 炒衣炒衣 我给大家看 炒衣 今天炒衣 鬼神啾啾 啾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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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鬼神啾啾 这好像以前寒流主题曲 若楼已倒置 自由生命 家子可怜 如马牛 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 遍地白骨 可怜无人收尸 收尸 悠悠恨 悠悠难忘 这不共戴天仇啊 诶 我想个笑话好不好 这是怎么穿啊 我看了寒流的 电视剧啊 因为我那时候一定要看 我们看了以后 他写这个 写报告交给老师啊 不写出来被打手心了 所以我那时候看到 一个人叫王正 王正 我后来是担任 这个解放军在新疆的头嘛 司令员 那后来呢 经过好多好多年以后 我在北京就遇到了 中信的大老板 大老板叫王军 就是王正的儿子 我跟王军说 哎呀我在台湾看过电视剧你老爸 真人 然后里面把王正演得很快 丑化得很厉害 就是说很好色 我知道 有喜欢好色女学生 那个叫什么演的嘛 老演员 那个叫什么 很久了 那叫什么 对 那时候我最近呢 是演梁树民的就是长风 然后呢 然后 你这个太久远了 你把他讲完吧 连我都不知道 然后那时候我就跟王军说 我看过你爸爸 结果韩柳和他爸爸的照片给我看 我说怎么跟台湾演的不一样 因为台湾演的是一个秃头男 然后肥肥的 脸肥肥的 好看起来很有点色 大陆的那个王正的照片很帅 那我就说很抱歉 我因为被台湾的寒流给污染了 所以对你爸爸有 小时候记忆都是 对 其实王正在大陆的评价是很好的 那他儿子王军嘛 他娶的是谁的女儿 你知道吗 叶剑英 娶的是叶剑英的女儿 所以就后来不是广东帮里面 这个中信就是很威风 不是台湾的中信 是大陆的中信集团 主要演员 对 你找到了 韩柳的主要演员 长风 长风演杨树民 你看演王正的是谁 他长风演高刚 高刚吗 是演高刚吗 你说演谁的 王正 演王正是谁 帮您查一下 有个胖胖的男的 我帮您搭起友谊的桥梁 别人你回去想 有没有 有吧 大概气氛少 所以就没了 对 我记得韩柳还是黑白的样子 真的 黑白连续剧 对 那时候还没有正式的连续剧 就是正式连续剧 我说第一个好像是金金嘛 对不对 第二个是情侣嘛 就刘家康做两个歌的情侣 然后那个后来就又有了那个 那个台式有个七色桥 对不对 那华士最晚了 华士最晚了 后来才有什么三雷七战 加坚军过台湾 好 不能再一 不能再一就一到结束了 你们的年纪真的是有点大 哎呀真的是跟大家年龄差距太大了 刚开始说喜欢以前的音乐课本 让大家有共同回忆 为何小鸡跟兔子在数学课要在一起 这鸡兔同龙以后就叫你鸡兔同龙 看新闻说 联盛文也要拜访中国参加海峡论坛 这是真的吗 请问怎么看 海峡论坛他应该会去 因为海峡论坛是 两岸之间有四大互动机会了 一个就海基海协会嘛 这样已经没有停了 第二是国共论坛 现在也停了 那第三个就紫金山峰会 是企业家两岸企业家的会 照讲每一年都还在举办 那第四个就是领奖海峡论坛 它是两岸的人民跟社团去办的 通常在厦门最多 那联盛文要参加 应该参加海峡论坛 因为海峡论坛去的话 但是海峡论坛习近平一定不会来 海峡论坛来的最高层级 一般是全国政协主席 所以联盛文如果想看习近平的话 基本上海峡论坛是见不到的 好的 为何小鸡又说那一次 说光潔应该也有看过 齐骏老师的作品 当然有三更有梦书当枕 那时候林良小太阳 还有就是说如果要了解齐君 比较跟我们接近一点 就是说橘子红了 周旭还演过橘子红 扣世勋 扣世勋帅的 扣世勋我跟他吃过饭 我见过他本人 他有两个老婆坐在一块 扣世勋后来真的本人也是很有魅力 很帅 而且扣世勋现在其实影响力真的非常大 比马英九还大 因为卓越新城他演的 对对对 一减梅 对对对 你又来了 你又上身了你 一减梅 他应该知道吧 一减梅现在费玉军的一减梅是本有名 对对对 好点 那一减梅就是扣世勋远的 那第一个连续军 1984年中世过去的 就是卓越新城 张佩华你忘了 沈思华对不对 沈思华你要讲到那个另外他的那个 我们这个节目名称不是阿杰反靠军了 要改成 我们叫做 走进时光的睡吧 走进时光睡 你我他 好不好 哎呦好 光琦是真的是财女财女 你我他以前也是 有有有对对对 我们不能再讲了 讲到他群星会咧 对不对 对对对对 你那个时代没有群星会了 就我妈他们看了 还有啊 我有我有 我那时代有 他学日本的演歌嘛 余天都是 对对对 余天配琴蜜 对对 青山配 不能再点 青山配玩曲 对不对 不能再点唱了 谢维配张琦 你看 我多厉害 真是 卓越新城 绍康战情婦 哇 他比绍卓越新城的 不得了耶 余明威说 阿姊阿公公 那不是我 那是邱毅委员 绍康战情婦 又来了 一年幽梦 哎呀这个 一年幽梦 香港啊哪儿可能的一年幽梦 啊收工又比较独一点 他说 干脆我跟他讲 聊三不一 注意 那更早了 那我小学一年级 不要讲那个叫什么 那个 南半南啊 铃波啊 铃波那个地啊 演馬文才那個就是蔣光超 青春 就是要包青天的那個 這不得了 以前那個林波 他把那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歌廳 外面挖套黃梅 紅的跟什麼一樣 在台灣風靡到一個地步 大家彎頭鑽洞 我大姐就是林波後援會的會長 叫梁兄哥的後援會 好 我們拉近 我們走出時光會道 我們在這裡跑路格式 對 跑路格式 剛剛我們提到那個管媽瞎命 我今天的最 管媽可能留任 瞎命 極可能留任 因為他覺得管媽在處理214的那個 漁船惡心撞擊事件 他們把管媽認為管媽很凸顯 對大陸強硬 所以管媽聽說是留任的 但是管媽那個海洋委員會 好像也沒有什麼人有興趣 而且管媽本來自在高雄市長 但是高雄市長 現在被誰盯上 你知道潘孟安 那潘孟安現在先寄居在 這個太清德的總統府 擔任秘書長 但他目標應該是高雄市長 因為他跟高雄走得很勤快 你講誰啊 潘孟安 對啊 潘孟安 他找了很多都是我以前的 競選的老班底 這樣子啊 對 他已經招兵買馬了 準備在高雄 準備奪下高雄市長 新聽到的一個訊息 對 您說 哇 我說那你這個訊息很新啊 蛤 你說我講這個已經 對啊 以前沒聽過啊 那因為我地方繼承熟啊 沒想到啊 我地方繼承熟 我知道因為他 好敢也做個直轄市長的意思 對對對 因為陳其邁的任期到了嘛 那二六年的時候 高雄到底誰家天下 高雄其他政治人物都死光啊 以前第一人選的趙天寧 那因為趙天寧管不好下半身 所以沒機會了 你這樣講錯清楚嗎 沒機會了 考古去 後來呢 管碧林 管媽又想要上來嘛 那管媽現在應該也沒有機會了 因為管媽被一個人咬中 林黛化 所以管媽大概也沒有機會 可是林黛化的力量又太小 對 林黛化的爸爸做過鳳山市長 所以林黛化本身的 有票員 但是他的票員的很集中 所以林黛化希望也不大 但是耐心得認為誰最有可能呢 就潘孟安 他雖然是屏東做了八連縣長 但是因為潘孟安的個性比較豪放 豪爽 所以他有很多高雄的朋友 像我競選的時候 我的總幹事啦 我的很多的地方的莊角 執行長啦 跟潘孟安的關係都好得不得了 這個倒是新的訊息喔 那就是說他把高雄的人都搞到台北來 管媽嘛 對 沒錯 劉士方嘛 劉士方去做內政部長去了嘛 那所以放一個自己人下去 奪高雄市市長嘛 這是一個 今天還有一個最新的 那個兩個看板PK起來了 台南 喔台南 陳廷菲尬上那個 這個有趣喔 笠系的林俊憲 兩個手腳很快啊 這是反而是謝龍健最好的機會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林俊憲是 但是賴清德在台南 他有一個五人小組 他說市長有一個五人小組 林俊憲是五人小組裡面 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所以林俊憲現在已經有一點 胡家胡為了啦 就是說他是賴清德的嫡系嘛 而且他好像是 賴清德的發言人 每天在政論節目那麼來表達 那到底是不是賴清德 真正的意思沒有人知道 但是林俊憲傳達的就算是了 而他們還有一位就郭國文嘛 郭國文也是在 賴清德在民進黨很低潮的時候 一手把郭國文在這個補血的時候 把郭國文拱上去了 那郭國文是公運系統裡面的健將 所以郭國文有他一定的 也有一定的影響力 林俊憲會贏得初選的可能性很高 如果林俊憲贏得初選 謝龍介的機會就來了 為什麼呢 因為陳廷輝的背後有一尊 叫黑人的 就是郭信良 對 那郭信良為什麼 為什麼這上一屆 這個謝龍介只輸了4% 綠的分裂 對就是綠的分裂 那綠的分裂的主題就是郭信良 鄭國會這個系統 導向了這個謝龍介 對 也因為說後來就報仇嘛 所以郭信良就被查辦嘛 還被收押過嘛 所以這個恩怨結得很深啦 可是就地方實力來說 這個郭信良這邊的跟陳廷輝的實力 仍然不及這個賴清德在那個地方根深蒂固的當權派啦 所以最後初選的結果應該是林俊憲得勝 如果你得勝的話 你叫郭信良跟陳廷輝去支持林俊憲是不可能的事情 上次趙牌那個陳廷輝他民調也很不低 他第二名耶 他第二名耶 對 他服務做得又好 又資深立委 在地服務 而且 第二方面 而且因為 那就是因為那個林俊憲是現在 賴清德時代來了 就鸡犬升天 對 而且以前陳廷輝有做過就是廣播的主播嘛 那後來可能聲帶用了比較多以後 就變得有點沙啞 可是最近你不覺得他改善了嗎 他聲音改善了 不知道用什麼秘方我不知道 但聲音改善了 交交賴世保委員 對 但是我還嚴重了 還嚴重 不知道在講什麼你知道嗎 那陳廷輝改善了 但是陳廷輝要贏林俊憲的當選派 我認為還是很困難 那比民調啊 如果賴清德學小英沒收初選 那就很殘忍喔 對啦 但是應該 我認為初選的結果 還是贏不了林俊憲了 因為 神氣後了 對 然後但是如果贏不了的話 郭信良跟陳廷輝這個系統 一定會導向謝隆輝 因為他們太恨 這個新潮流 藍流 對他們的壓榨了 所以 最後 在謝隆輝得到了 郭信良跟陳廷輝的助力的時候 他贏的可能性就很高 好 邱遠另外一個團夥 我們看 我覺得那個林又昌 好不容易當了天下第一部內政部 我現在沒了 把他搞到那個民進黨裡面去當秘書長 對 那第二個就是林佳龍 對 林佳龍本來是 也是大家在議論是有沒有可能 他自己有企圖心 可不可能是這個行政院長 對 那從頭到尾就是卓榮泰 沒有變過 對 那第三個我是覺得 那如果還沒有鄭文燦的去處的話 我覺得賴清德處理鄭文燦會不會太絕了 我覺得是 但是有一個可能 對 有一個可能就是賴清德得到的情報 因為賴清德是台南你不要忘了 所以他跟澳門的土業大亨是認識的 是很熟的 他當然知道鄭文燦後衛還有什麼 所以他沒辦法用這第一個 第二個 兩人都是新潮流 但是鄭文燦是北流 賴清德是藍流 藍流還分兩個系統 一個是高雄維族體的陳菊的藍流 另外一個是賴清德台南的藍流 那當然陳菊現在視為了 然後這個劉士芳也到台北去擔任內政部長了 所以整個藍流的系統在賴清德手裡 那他跟鄭文燦之間是有隔閡的 因為鄭文燦在2019年的時候 鄭文燦那時候是沒有幫新潮流的賴清德 他反而全力的去幫蔡英文 最後把賴清德整得很慘 賴清德的個性是有仇必報的人 賴清德如果有仇沒有報 那就證明 攻擊他那個人講的話是真的 就像是我說他的那個賴皮寮跟那個私生子 就小三的事情 你看他都沒有回嘴了 沒有回嘴也沒有告 這代表什麼就代表果真有其事 好那回到主軸 回到主軸就是 他基本上跟鄭文燦真是有心結的 那有心結當然會查鄭文燦 鄭文燦有兩大落點 一個是IMB的詐騙案 他確實扯進去了 另外他就跟他扯進去那個 就是台北八八會所的那個郭什麼敏 郭哲敏 郭哲敏 對了 光景真厲害 年輕果然是寶 那另外一個就是他11年前到澳門去 接受陳寅柱的招待 當時不知道被拍了多少 到目前為止 酒店的門口旋轉門竟然拍了對不對 然後進入房間在走廊的也拍了 那進入走廊也進入房間裡面呢 拍了沒不知道啊 那逼著這個事情的時候 你會發現鄭文燦都三間幾口也不敢變對不對 完全處於弱勢就一退再退 他有變 他說那個開房間的不是他 可是依照調查局調查出來 調查局沒有說那是假的 但調查局沒有證實是真的 對 但是調查局能夠講 不說他是假的 就代表真正可能性其實是非常高的 就不承認不否認 對 那你說將來鄭文燦只有一條路 就透過選舉的路 那鄭文燦要選舉大概有兩條方向可以走 他打發聲臟真的 對 一個是回鍋 回鍋回桃園對不對 對 因為張善政其實做得 很多人有意見啦 因為他是真的不熟悉地方的生態 也不知道如何在地方把 藍綠之間的選舉的恩怨把它解決 那另外一個就是有人說 鄭文燦最近在新北市活動的很厲害 他是不是自在新北市 新北市我認為鄭文燦沒有那麼容易拿下來 他在新北市沒什麼基礎 而且新北市有蘇貞昌的女兒 蘇曉惠在那個地方 蘇曉惠也莫名其妙 我說他要在新北市選 結果他跑來告我 這不是很奇妙嗎 對不對 他不只告你 還告誰 他揚言要告的還有媒體的人 對啊 所以說他明明就是要選嘛 那還有什麼好大金小怪的呢 而且這個既涉及可受公平之事對不對 而且又有所本 我在另外一個直播節目 我曾經就對著鏡頭跟這個蘇曉惠講 不要爛訴 對 不要爛訴 就是說你不要說脾氣跟你要提告 你要分開 你對這事情不爽不高興 動怒跟你爸的個性很像 但是你不代表說什麼都要用告 用告的對不對 而且那個內容並沒有說很明確 而且那個內容並沒有在罵他 也沒有批評他 對不對 而且我講他才說 為什麼我有這個想法 因為他在新北市連任了 而且他的連任成績很好 地方公平也好對不對 可受公平嘛對不對 也不是說打你是涉及哪一個弊案 什麼負面的 你聽得不爽說可能訊息 你瞭解的不是他們講的這樣 那你生氣生氣就要告 而且不只一個揚言提告 我說實在這個 說實在這個政治人物心胸寬大一點 對 可受公平嘛 可受不 你要接受輿論的討論公平嘛 好 這個那個那林佳龍呢 林佳龍不太可能去做外交部長 我說實在 林佳龍現在賴清德這邊傳出一個消息 說他找林佳龍是好意 他說林佳龍的歷練精力很豐富 但是缺乏外交部長這一塊 林佳龍做過李登輝時期的 國安會的諮詢委員 好 那是他第一個官 那後來林佳龍一路上來 他又有地方台中市長的歷練 那麼理論上來說是不錯的人選 但是林佳龍的新北市選舉輸得太慘 好 那林佳龍現在自在台北市啦 可是我覺得他要贏蔣萬安的可能性 我認為很低啦 所以如果他要台北市的話 非而撲破 事實上說不定年初選都 因為上次沙卡都的已經操演過一次了 對 所以我是覺得跨距不會很大 但是佳龍他是一個有總統 參與總統選舉的 資格的人啦 的企圖心啦 對 他在收訪的時候在我節目中 曾經明確表達過了 那某種程度賴清德幹嘛要歷練他 沒有啊 這賴清德這邊傳出來的說法 但是其實賴清德應該對林佳 因為林佳龍畢竟是正國會的大哥嘛 那正國會的龍頭尤錫坤 已經從立法院退下來了 你總得維持平衡 正國會好歹是現在民進黨裡面的第二大派系 對不對 那你如果台南的話 郭敬良 陳寧飛 又跟金曹龍又槓上 對不對 林佳龍又從內政部長拉下來 是啦 沒錯啊 你就殲滅正國會嗎 意思是這樣嗎 所以清北市到底由誰來 林佳龍也是個活旗啊 他清北市也有在活動啊 那他現在民進黨秘書長到時候早一點辭掉 然後下來選新北市也有可能 然後這個剛才講的鄭文燦如果走投無路 也可能最後到 但是我認為鄭文燦回桃園可能比 比新北市還要好一點啊 那另外的話就蘇恩昌女兒蘇巧慧嘛 好 那國民黨的孟威先生也是頭頭一個頭兩個大啊 國民黨誰出來 對不對 本來說小富有意願 但是小富已經斬丁截鐵說他不要 他不會在新北市了 好 那不是小富 那朱立倫心中的應該是洪孟凱嘛 那洪孟凱 洪孟凱出來一定會也會被打得很慘 他可能拿他父母來打他對不對 好 那另外就侯友宜來說 他希望找劉賀蘭嘛 好 那他有兩個副市長還有一個謝震達 謝森山的兒子 這些都二三軍 這些都不可能啦 都沒有機會啦 都沒有機會 而且也沒有選舉的公眾魅力 你侯友宜要在新北市搞清定啊 憑什麼 你還忘了一個大咖 所以黃國昌啦 對嘛 黃國昌我家講的就是說 所以黃國昌在新北市是有機會的 但是黃國昌一定要意識到一件事 也就是說要選縣市長 以現在台灣的政治生態 黃國昌是要撥一半以上的時間 到新北市去活動 他現在有去採場啊 對 這個一定要走啦 侯友宜跟里長的座談 他都去了三場啦 對 這個要去 因為黃國昌個人條件 當然比我跟他列人一大堆都要好 戰鬥力也比一大堆都強 他基本上就是所謂的明星立委行 他的光芒一定是在立法院的舞台裡發揮 但是你應該把握住這個光芒 然後到新北市去走基層 要行為走基層 最好是白天質詢 然後盡頭都是你 對不對 然後接著就到新北市各地方去走 這個很容易得到選民的認同 因為選民會發現我 我剛剛在電視看到你啊 現在你就出現在我的面前 所以對他就會 那黃國昌有時候會 看起來會比較高一點 因為他個子高 所以有時候看人的時候喜歡往上幹 他最近就是說 要改變一下 改變很多 他在在地的時候 連他咆哮 那在在地的那個新北市民說 就是要這樣幹 就是要這樣 真的他有在接觸基層 在立法院兇害一點 但是到了基層溫柔一點 這個落差反而會有票 是 我認為新北市黃國昌很有機會 其實我們做個總結啦 你不是說你的那個叫AAI 你就上雲端了 你不是說我們要進化人心 他的三個重點 三項520之後 舊之後的三個重要公主 賴清德今天宣誓的 第一守護主權 不要去頭去尾 你守護中華民國 還是台灣共和國的這個主權 這個他還在模糊啦 沒有交代清楚 第二個 第二個我是最有意見的啦 進行社會搞改造洗滌人心 哇這變中間家了 這個我意見也很大 哇你們從你們民進黨文化改起吧 對 第三個平反政治受難者 我說實在的 從阿扁上台就在平反了 你們怎麼對待施明德 我看指標嗎 你們最後這樣 這個施明德最後還是 不清不楚離開 我為什麼這樣講 他們兩個夫妻常去翻那個檔案 對 他不過就只想知道 當初誰 誰出賣他 就你們民進黨跟他幹 因為他後來在江澎江離世之前 兩個喝酒有講出什麼 對 還要打比仗 然後今天看到那個Nori 他停關在家裡 好像要100天 他4月底要火化 我跟你講當你敬重的 或者說親近的長輩 走了時候 你哪一刻會 家人會崩潰 就是當我媽媽火化 我爸爸火化推進去的那一刻 我告訴你真的 所以Nori 4月底要火化了 你們連Nori都沒有平反 對 沒錯 沒有幫他平反 對 所以你這邊都是口號 而且第二個宗教家 什麼社會改造洗滌人心 How 你把你know how告訴我們吧 這說點實際的好不好 他沒有說到現在課證 大家要解決的 能源政策有說嗎 對 沒錯 還有其他很重要的這個事項 他有說嗎 這怎麼會 怎麼進行社會改造洗滌人心 你要怎麼洗啊 所以邱元你對這個三點揭示 你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賴心得這個洗滌人心 什麼淨化人心 讓感覺到 得到民主自由 是要付出代價的 對 我認為是有圖謀的 我認為這要準備 收緊言論的程度 準備要 因為賴心得的性格 本來就是黨同乏異的人 他們就是我講的 他不只小肚肌腸 他簡直是癌之必爆的人 而且他是一個非常倔強而自戀的人 賴心得很少承認他自己是錯的 他即使真錯了 他也能夠硬不認 例如當年他說無乃人 台塘弊案的問題 他也是硬撈啊 他那時候背書啊 還要整個政治生命要豪賭的 是啊 龍界辭掉了 還有辭嗎 他沒有辭啊 好 那沒有進台南市議會 然後說是因為李全教不願意 李全教為伍 對不對 兩百多天結果被監察院彈劾 他有接受嗎 他沒接受啊 他反而回頭去批監察院啊 這是賴心得的性格 就承重念事件啊 對 先從你們自己人襲起 還有咧 光電流氓你行不行啊 對啊沒有錯啊 88槍這個政府議長會選啊 不然你就裝傻 對 這樣這些人 不然說那不是我們派系 不都是他的嫡系嗎 對不對 那個曾美慧不是他嫡系嗎 對 邱莉莉不是他嫡系嗎 對不對 然後 裡面的那個郭什麼的 我都忘了他名字了 那個88槍的那個 郭清涼 不是郭清涼 郭什麼清 對 郭什麼清 不是郭清涼 我告訴你老了就是說 老了就是這樣 沒有辦法 你就不要先講是誰 對 順順的講出來反而會 你先講了 我後來就 沒關係繼續講 然後 然後 基本上就是說 郭再清 郭再清 郭清涼誰啊 沒有沒有 就因為我好像講到郭信涼 郭再清啊 所以 又講到郭再清 所以很容易老人 就很容易把這些名字 郭再清講到二店了 就是 對對對 我講錯講一個郭清涼 你也不知道 就不能胡掉你 沒有郭清涼 潮原 這個是郭哲民 這個是郭再清 你本來還想 還可能想得到 但我一挨一個郭清涼 你就把你弄好 所以說我們沒辦法 就老了 好我們繼續 郭再清 郭再清 郭再清對 郭再清 郭再清對 郭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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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澄 社會 你一般喊一个0到22岁 喊的可多了 什么双语 他怎么洗涤人心 双语也做不到 老师师师不够 你知道老师怎么用全程英文教 外国人要请来学校怎么够 你请得起吗 教材怎么办 还有你们民进党里面 他现在还是兼党主席 民进党先洗涤一下好不好 对 没错 你民进党里面 藏物纳购一堆 藏物纳购一堆 你怎么洗涤人心 净化人心 洗涤谁 洗涤你们自己人先说 陈冬业怎么会没有被弹劾 你先跟我讲一讲 阿同师跟学伦世界小智 他们两个人心要怎么洗涤 对啊 没错 对不对 这不要在那边瞎混 三点都没有打到正题 那边政策怎么样弄啊 教育政策呢 军购你是不是真的 要那个预算你是不是要加 那我请问七艘浅件怎么一起在 对 没错 这就是标准想要 被人家绝对想要贪污嘛 不要混 老保年金要不要改 对 老保年金拖了八年 你要不要改 老保也是快要破产了 扩得一下 是靠政府拨补啊 台电的那个亏损怎么弄 洗涤什么人 先洗涤台电的亏损吧 对 而且你台电亏损的真正的原因 不就是因为台电的发电成本 购电成本高吗 那最主要是 错误的能源政策造成 你的非核家园2025年 根本不可能达成 你怎么废掉核电呢 那你用光电用绿电来代替 光电绿电就成为一个贪污最好 这个各方势力在分时的一块大饼嘛 所以它衍生出那么多的问题嘛 云爆问题不也这样来的吗 88枪治安的问题也这样来的吗 你耐心的有破例解决这些问题吗 而且你自己的赖皮疗 你到现在公益信托 公益信托到哪里去了 你根本没有处理嘛 对啊 你的赖皮疗没有处理啊 你选后那么久了 你有去交代吗 你有去交代 庄雅芬的事 陈湘瑩的事 你有交代吗 丘委员 我们现在还有20分钟 我们来讲说 对 这个如果真的要归咎的话 归咎到金普冲 我昨天听朱玄 最后讲了一个 归咎金普冲 因为当初蓝白河 退前会 他开始就 带道入室 就开始在 一边跟你谈 一边在砍嘛 一边在搞破坏嘛 后面都是这样子嘛 对 好 那蓝白不合 三分天下 选民结构 选票结构 他就固定了 这个赖清德 就是永保安康就事成嘛 对 那你就知道民意反扑在国会 他们第一次没有过犯 是 对不对 可是老柯昨天 发动突袭 突袭成功 你知道那个 表决器上面挂了什么 41比0弹啊 不是蓝白没有委员在现场 是因为寡不敌众 那多数党是谁 多数党是国民党 52加5党级2席 54对上他们51 错综有益 对 民众党你不要算进去 今天如果倒过来 是民众党8个都在 他也无法 成事 对 那他们后来假急动员 他不是老柯不是跟你嗆说 我天天要假动 对没错 他们后来 纵使有人 有人去参访 就参访啦 休假休假 但是大部分都和假动 他动了42个人 对没错 其中有个期权 我有瞄到是谁 因为他暗的是黄色的 我有瞄到 但我某种程度 因为我看太细了 这对他不好 他在党内已经有时候 反正他们动员了42个人 投出41张票 后来寡不敌众的时候 那个蓝跟白都退场 这什么教训 你不要管那个案子 是不是激热 什么足不足轻重 他给你发动突袭 那我要请问 那你们人类 这是个战力的表现 好 那个傅崑奇 总招被绑在花莲了 他不敢亲眼离开 他们两夫妻都在救灾 真正以救灾为名说 哎呦我们没有到现场 只有一个傅崑奇有话讲 你说他各地都有灾情 你们那个灾情 不是说你说我去勘灾 我没有怀疑你 这问题是说 那只是个口石嘛 对 那是借口 你这又不是傅崑奇 好 用这个做借口 不在 还有四个民进党招委 跟两个国民党招委 你们在干嘛 现在会期中 你们就办那个参访 那个参访都是一些 我跟你讲 没有营养的 你去南部 跟着陈廷飞去看农业干嘛呢 对不对 然后又跟着另外一团去基隆 看轮船 另外一个还跑到人家台北市学校去看什么 还有一团是拉到越南去台商总会的 然后有一类的委员是跟去了 对 你们都没有想到 这个会期 你们开始放假啦 交友旅行啦 那有些人刚好趁戏 我也没到议场 对不对 我也没有跟团 我干嘛 我签名架勤 我趁集办法出国了 我告诉你 真的很糟糕 然后他们开进展会谴责还不够 那个提案的委员上去骂 然后我就看到有个在国外的国民党的立委 用视讯在那边 在那边 在那边 视讯在那边 怕你会骂我 我不得不得 电一下民进党 你民进党怎么可能趁着花莲大灾害的时候 你们还在那边玩政治斗争怎么样 那你说这个有什么用 所以这个是老柯 柯建民他发动一次突袭 那问题是我结论就是说 国民党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 一盘散沙的 然后内部又因为韩国瑜到底他 要不要回应多数民意啊 然后太中立的话 又跟国民党切割 轻轻如水的话 有时候民进党 语取他 语求他还语取 语取语求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因为一个韩国瑜 或者是去打那个周万白 又闹内讧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民进党不必过半 就把你们给揣死了 然后当然是 团灭了 团灭了 这叫团灭 没有一个案子过 全部表决一分钟就把你们团灭了 所以我觉得这才是问题 光秦点到最重要的问题 国民党本来非常高兴的是说 他在立法院里面他拿到了第一大党 而且他认为如果民众党的八席都支持他 他是可以过半的 他可以主导立法院的议案的 可是问题是国民党的将冈文化根深蒂固嘛 所以我也跟傅文奇讲过啊 因为傅文奇那一种所谓的强力带兵的方式 他就是打基数嘛 这个短期可以长期不行啊 国民党的文化就这样 所以这一次花莲的大地震 傅文奇一定要去坐镇花莲解决 花莲地震产生了一些后遗症的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整个立法院党团的士气 军心就涣散嘛 涣散了 国民党你不要说他这一届的党团里面 年轻化了 表面看起来有战斗力了 每个人身强力壮了 但是问题是 你那个将冬文化在那个地方嘛 每个人都是想到的都是自己嘛 你不要去忽视民进党 你要不要看清柯建民 柯建民虽然长得是那副德性 但是柯建民本身 他有非常非常丰富的带兵团的经验 他知道怎么去带民进党的这批人 所以他当每次发动假动的时候 你说会失脑兵疲 没有 他只要在里面挫折你国民党几次 你国民党的军心就瓦解掉 然后就开始发生内洪 因为傅文奇就会想要回来整顿嘛 你为了要整顿很多人就会讲话嘛 那封印在媒体又没有任何优势 有些人就透过媒体透过直播 就开始去供傅文奇 例如现在已经有人开始去供这个 韩国瑜啦 对不对 所以国民党的习惯 将冈文化就是如此啦 你不能不正视这个问题啦 他们里面有人供韩国瑜 还嫁祸给傅文奇 你说这个党喔 我说实在的 真的是 这真的是内斗的高手啦 没吃过几天饱饭 你看2月1号展现了吧 对 把你韩国瑜拱上去了 江启臣拱上去了 然后咧 对 后面就是 就像邱委员讲到 没办法 倒顾啦 对啊说实话啦 你国民党这一次能够成为第一大党 也是要感谢罗智政啦 罗智政就自拍了一些摄行影片 对不对 他早一起 多一票嘛 那边多了一个 对那时候罗智政是连任 然后那个叶云斯输了 对不对 那52对51到过来 到过来了嘛 对啊 所以我是说 国会 那个民众 一般民众很有观感的问题 对 像那天民进党唱了《空城记》 你再怎么凹 我说实话 那个很伤啦 你再怎么凹都 你怪韩国瑜也没用 可是你这会儿 人家发动突袭在干什么 他不是为了那个 什么法案很重要耶 什么公决案很重要 或是什么副意案很重要 重要是一夜直秋啦 他让你现行嘛 他让你出丑啊 就让你看到的 国民党的这一种 将干文化不团结 军心换散 对不对 没到议场 然后你们以前 骂人家薪水小兆 他等着 他还你一个薪水小兆 对 看你们都不来议场啊 所以重要的不是 大战役小战役 对啊 重要的是他 检视出来你国民党 内在结构的问题 而且这一批 我刚刚讲了 去哪里去哪里 下面还有咧 下面一批还要拉到太平岛咧 对 这一批什么 那个 连司法法制委员会 都安排了 那变成黄国昌一天 要跑五个委员会 他突然发现 没有委员会跑 你看今天他去哪个委员会 因为只剩下王玉敏的那个 卫环 对 还有另外有一个委员会 你知道吗 你就看到黄国昌出现在卫环 人人纵使不可能做到黄国昌 但是你们也不可能 人人做到那个交友旅行团吧 你人人变成薪水小偷啦 我是不是说的不客气啊 国民党 你们仲气的 你被人家一致带开带走啦 你520账号群是谁才有 民进党那些人嘛 你这个旧官的 你那都新的 我都要效忠了 你们这些人 我就问你们干嘛 然后在野党也有面对这个困境 因为我们空装情太久了 对没错 但是你知道吗 520之前不是代表你们可以 国会失守 你们都可以交友旅行耶 不这样放大假的耶 520之前空装情太长 这宪政困境 但是不代表你们可以放假喔 而且520之后 赖金德正式接班 赖金德可不是蔡英文 赖金德一定会整顿立法院党团 让他的战斗力在浮现 所以你国民党如果仍然不知死活 患善如此 对不对 你根本在立法院 你根本斗不过民进党 到时候大家在想 你不是凸显你是第一大政党吗 你有加上两个五党的 一共54席 你54席面对民进党的51席 到时候屡战屡败的结果 但是对你国民党的信心就散失掉了 你国民党总招是谁 总招是克建民 副总招是谁 或者说什么苏家 你们有八个副书记长 对 张瑞雄要干市长 国民党是 你们有八个副书记长干什么吃的 八个人没有半点功能 总招去花莲去绑在那边了 你们所有都换散了 我说实在还多数党 还一副那种飘飘然 我说不好听 这个吃了三天饱饭 我以前常弊病国民党 你们不要吃了三天饱饭 你们就开燃访了 这还是老样子 那党主席还失联 两次中常会都没聚 跟他神神秘秘鬼鬼祟祟祟 你有什么了不起啊 你做个现在 已经不是家大业大落魄幕的国民党 你有什么了不起啊 你以为你国民党党主席多高上 多大啊 多高大上啊 两个多礼拜神神秘秘的 偷偷摸摸 真的鬼鬼祟祟 不知道你在干嘛 你有在领导吗 国民党很喜欢耍派头 例如说 昨天 昨天 不是赵商哥跟金普聪 不是赵商哥跟那个谁 跟那个侯友宜 然后都告我跟小毛 毛家进 好 我去出庭 所以我 你去出庭 然后来 我找出庭 那 他们请三个大律师 叶庆元带头 然后三个大律师 这案子还要三个律师 对 然后里面弄什么 我就反告 不是反告招了他们诬告吗 我说 我弄的是三中案里面 检察官起诉书里面的内容 192页到215页 清几楚楚 白纸黑字 你还跑来告我 对不对 然后检察官也说 这就算好告呢 他也说 照顾无条件就 就扯解了吧 对 然后在那边 你看那国民党 邱某人很会打官司 这是现代宋世杰 所以 意思好像要 故意 因为用这个话去积嘛 但是没有用嘛 我是觉得 国民党真的是 国民党真的是 我真的你小弱弱 你知道最近人家 怎么打傅昆奇的 最近人家怎么打蒋万安 从好欧兵一路打 打柯文哲 后来打你蒋万安的 对 他们怎么把你们 那个所谓的 这个不生美举的 都不用讲 时间 时间我们差不多到了 人家怎么如入无人之地 怎么让他重垂你们 怎么把你们打 打得七荤八素了 不是你们执政的 拜托 他怎么打盧秀燕的 人家救灾说 你们台中这一队不用 我们已经够了 他们整队的没去 都被打 被打得明明冒冒 你们各自为政 你们有很大堆人马去声援 或是去维护 被打得像傅昆奇 没有吧 有人帮傅昆奇讲一句话吗 当你的院长 一定要保持行政中立 然后傅昆奇要去救灾的时候 你们国民党 家里没大人 救援 没有 因为我觉得这一次 这一次的地震 一堆在网路上面 民进党的网军 然后民进党的立委 公职人员 为了他攻击傅昆奇 就因为他po了一张照片 他家里就被震倒了嘛 对不对 然后就开始攻他 说他泥品山 所以让这一次花莲得到的这个 这个赠灾的募款 这有史以来最低的一次 好 你遇到这样的问题 国民党就应该要帮傅昆奇讲话 你有吗 你蔡文革了七天 七天才去花莲 才要去救灾 才去救灾 以前马英九都被骂死了 对马英九那时候巴巴水灾 骂死了 到小邻村的时候 怎么被骂的 马英九怎么回答 一句话说 我不是来了吗 你要被骂成什么样子 骂到当时刘兆玄内阁的支持度 几乎荡荡谷底 他们都一一下台了 对 而且薛乡村还因此就下台了 刘兆玄 薛乡村 书齐也是那一次 对也没错 所以说人家民进党知道 什么时候攻击 就全党一致 然后去攻击对手 去保护 你连傅昆奇事情的总招 你都不知道保护一下傅昆奇 你知道傅昆奇这一次 在整个桃园的震灾里面 傅昆奇一定感觉到孤单嘛 他跟徐政卫两个人 就饱受你这些民进党 排山到海的攻击 什么都给你打出来了 连那个照片有什么好打的啦 那个照片我觉得有很多礼嘛 有礼品山吗 没有就是政治人物 像他这样的一个 顿位的重量级的 家里难免就是说 他有一些茶叶 茶叶 两种他去给人家应酬的时候 或是送礼的时候 他要出手嘛 那也没有多少 可是就重创 他们就是攻击火力 大到一个 就是重创那个傅昆奇 他就一个人 在那里面承受嘛 没错 对不对 那你们有半年帮他说话吗 你赠灾的善款 对不对 最严重的是谁 来我给你点名好了 对 就成局啦 对啊没有人帮他作战 高雄的那个气贸事件 大概五十几亿 对 然后我当时去质疑 这五十几亿的流向 成局一样告我 乱告一通啊 又什么都出律师费 用高雄市政府的预算来 一直啊 行事一审书 二审书 三审书 然后接着又告民事 你知道吗 告民事死财不凶 已经告到二审 三审了 最后韩国瑜上来 才叫王解秋把这个案子给结了 刚好这个案子 是成局为了要省律师费 叫用高雄市政府名义去打的 善款 然后我告到监察院 要监察院去查 成局善款的流向 到现在为止 没有任何回应 真的 没有立案 没有回应 你应该打的是 民进党里面有那么多这些人嘛 黄国昌的时候 不是看着我们那个 去拍那个成局去 复选那个资料 发现成局的那个车上 酒 有酒啊 立法院特供酒啊 这是一个多么好的题材 复昆其算什么 你看绿营的 吃个饭 或是他们过个节 或是成局后车箱一打开 一大箱 对 对吧 那这个哪来的 你成局要交代吧 对不对 你去高雄当李柏毅 去复选 李柏毅 去复选 李柏毅后来也因此而上了 对不对 好 然后找高雄的左营男子的牧师 去复选李柏毅耶 这可以吗 监察院长耶 对啊 大家还没发现 你的后车箱一堆立法院的特供酒 对 然后还看到也有牧师提着那个特供酒离开的 你不需要查吗 就没有一个监察委员查 我当时不是告到监察院吗 我告赖清德的 说他的赖皮条里面 有国安特勤人员使用不当 至少还给我回函 说要开始立案调查 请我协助 陈菊的部分 什么都没有 连回函都没有 对啊 陈菊部分更明显的 监察院长你可以普选吗 你可以违反行政中立吗 还有特供酒的来源是什么 就你把柯建民骂死都没有用 他出一招一分钟表决 让你们全部现行的 你看你们七昏八处的 对啊 根本没有站立 东脚西歪的 根本就没有在议场的 还被人家带去参访 参什么访啊 对不对 哇靠你们真的是有一道 而且人家造谣 你们还不回应 说你们A救命权 扣住救命权 都不会回嘴 哎呦我觉得这个在野党 这个人还指望你监督 这个真的是糟糕 林进党当时在野的时候 如果像现在国民党这个样子 对 他根本不可能执政吧 他发动一下 你看你们这次被搞成什么样子 对对对 下次如果这是大条 我看你喔 对不对 掐住你们喉咙了 你们比得过人家 还挂零呢 好帅气喔 好不跟你玩我太长喔 零呢 人家重点不是在 你要不要去跟人家表决 你为什么不敢继续表决 重点在 你他们动员了42个 你们有多少个 你只有43个你就敢去表决 对啊 就不在啦 找不到人啦 为何人家动员了42个人到场 你为什么没办法 你为什么没办法 你43个你就跟他表决嘛 大家来比一下 看谁比较勤劳嘛 Skylo说民进党继续A 人民继续 为何小鸡说 查一下资料 顾立雄算是第二位 民进党的国防部长 第一位是成员典典蛋 蔡明仙 刚刚邱委员有帮我们复习了 因为我们两个是考股系的 他是杨顾我小农女 Skylin 好KE 谢谢你 Kerry 还有WW 希望民众党可以带人民走上街头 黄国昌之前有说过 如果走一辉路线不够的话 不排除带人走上街头 说不然会真的很失望 电价超过10%的涨幅 还有物价咧 真的是万无起胀到令人受不了的地步 关键我说一句话讲 如果说现在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在拉高 油价马上就要开始暴涨 伊朗如果跟以色列开战了 油价会暴涨 现在电价调11% 对不对 4月1号开始调 油价再上涨 电价又上去了 整个通货膨胀了 不得了了 对 Hans Chen我们念完我们就下班了 店家涨11% 国会就挡不住了 对 本来有一个案子 我就不赘述了 欧盟客探税就挡得住了吗 能源政策不改 啥都不用说好吗 只会涨更多 这就是KMT 宁愿输了执政权 也要顾政党利益的后果 我说实在 辛仇就恨 你国民党自己看着办 国民党也有搞 风电跟光电的 不要忘了 都一样 你叫人家说 花莲大地震灾情期间 不能够 什么都不能做 那我请问 你说还人家投妻 有没有人性 我问你 投妻你们自己才该面壁思过 好好反省 到底你们在干什么 好 谢谢 谢谢邱委员 谢谢各位的收看 接下来请收看